西红豆腐 西红豆腐 好的 往事菜心 虾饺再来一碗清粥 谢谢 好 您稍等 你以前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也是点这几个菜 我都不记得 陪你吃了多少次的西红豆腐了 到后来啊 我一听到西红豆腐 不去的事情 我都已经忘了 可是我还记得 如果你非要提这些话题的话 我觉得 我可以走了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不是讨厌 是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 回忆是美好的 我变了 你也变了 是时候我该向前看了 季沫 季总 这么巧啊 为什么若南会跟你在一起啊 我们俩刚谈完工作 顺便来吃个便饭 不打扰吧 所以 这就是你说的投资商 萨曼萨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认识季摩 你也认识季总吗 她是我男朋友 她没告诉你吗 上次没拿名片 我已经入职一时上啊 我现在呢 是一时上的设计总监 哦 是季总的下属 居然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也觉得呢 我们两个 真的很有缘 其实很多的缘分跟巧合 那是人们刻意引导的 我接触过的很多客户 都用这一招 哎 利用缘分拉进彼此的关系 百事百灵 不过这招对我来说不好使 因为我用过太多次了 所以 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说来也巧 有一次她不小心撞到了我的车 就这么认识了 所以 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走 回家说 走什么走 你心里有鬼 这么急着走 没有 既然大家都认识 那也快吃个饭吧 好啊 嗯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打搅到你们 好啊 一起吃啊 那就一起吃吧 好啊 若楠 我帮你点了红枣茶 安神 她喝红枣茶会上火 你最近嫂子不好 来点清淡的 你喂我喝吧 怎么 音乐需要 哦 我 journée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愣着干嘛 吃菜啊 菜都凉了 快 冬筷子 快 我开玩笑而已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不过感情就像菜一样 吃自己碗里的就好了 别老惦记别人的 谁惦记别人了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现在是我不讲道理了 偷吃的筷子都已经 伸到我面前来了 我还要假装没看到吗 谁偷吃啊 我不吃了行不行 别 你吃 尽量吃 敞开了吃 不过吃成了 别怪我没有警告你 说道理 诶 若男 去哪儿啊 咱俩吃 好 来 颜因为 控制你 肚子 你撞车的事怎么不告诉我 你新招乐女下属怎么不告诉我 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 我 反正你少跟那个萨曼萨接触 为什么我不能跟她接触 是不是害怕我发现什么猫腻 对不起啊 季先生 今天打扰你吃饭了 我就是看她胃疼才带她去吃饭 你跟赵雨晨吃饭不也没告诉我吗 看她胃疼就带她去吃饭 怎么不带她去医院呢 干脆带回家照顾好了 真好啊 这个老板这么怜香惜玉 干脆我也辞职好了 就做你的下属好吗 好啊 你听不出来我在生气吗 有这么不明显吗 就是上下级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第一 谎报军情 跟异性吃饭还不报备 第二 看到女下属可怜就心疼 这是出轨的信号 渣男的预兆 第三 当着大家的面前说我不讲理 我不要面子的 真的是吃里扒外 个不往外弯 第四 第四吃饱了 不论笑 不论笑 还没吵完 干吗 致打嗝啊 好了吧 好什么 我还在生气 带去吃饭 真连相惜玉 我有说你可以亲我吗 哎 好了 不闹了 不闹了 洛南 我真的很在乎你 我的心里只能容下你 不要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生气 别闹了 回房间 继续 继续是什么 他没想到吗 我个人将有时候 也算得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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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恢复了 你还想不得了 你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